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主日我们请祝圣伯夺及圣保禄中途节日 圣伯夺和圣保禄是教会的两大注食 他们的联合庆节在第三世纪就已经有了记载 本主日弥撒的进堂用 开宗明义地向我们指出这个节日的特殊意义 他是这样说的 宗徒们在世时用自己的先写建立了教会 他们引了上主的悲诀成了天主的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 他们引了上主的悲诀成了天主的朋友 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了 在马古福音中当再博得的两个儿子 雅各伯和洛王 要求耶稣赐他们在他的光荣中 一个坐在他右边 一个坐在他左边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的回复 耶稣说 你们能赢我赢的绝吗 不只是雅各伯和洛王 这两兄弟在最后晚餐当中 印了耶稣的悲诀 事实上 所有的宗徒们也都印了耶稣的悲诀 这正是象征性的 表达的宗徒们将以他们的整个生命 去参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给予 并且有份于耶稣的苦难 果然啊 果然啊 伯夺和保禄都以最痛苦的方式 在罗马为主寻道 一个被盗着钉死在十字架上 一个则是在奥斯蒂亚路被斩首 他们用整个生命去回应了主耶稣的邀请 他们真正配得起和耶稣的苦诀 而在泡病及引主悲诀的感恩祭生命中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四个别具意义的行动 他拿起病 祝福 掰开 交给门徒 这四个感恩祭的行动 正是耶稣他整个生命的写照 同时也是跟随耶稣 学做耶稣的剥夺和保禄 两位大宗徒的生命写照 当然 所有听从耶稣 遵循两位宗徒的传承及训会 并前程里举行这波饼 及何主悲绝圣事的人们 也都受邀去活出这统一的性命 现在就让我们借由这四个行动 一起进入耶稣的生命中 也进入剥夺和保禄的生命中 并以忠徒们的生命 作为我们的借境 好让我们可以借境观醒 观照我们自己的生命 第一个行动 拿起 被拿起的耶稣 被拿起的博夺和保禄 被拿起的我们 按初期教会举行感恩圣祭的习惯 拿起 拿起 拿起面饼的意思 就是从众多稀有奉献的饼中 拣选一个饼 来作为祝圣基督的圣体之用 其余的饼 而从耶稣的生命里 我们看到天父从太初 就拣选了他这位宝贵的儿子 成为世界的救助 拣选正是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表达出耶稣是被拣选出来 并且受到天父的倦爱照顾 所以这天父的拣选 跟我们在社会上 所习以为常的挑选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社会上 挑选意味着有些人是选不上的 然而天父的拣选却不是如此 天父的国力没有竞争和比较 天主子来 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共享这拣选之福 而天父的国度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而宝贵的 而且每个人也都能看见 别人也是蒙天主拣选的 也因此 天父从太初就拣选了他的儿子 博多和保路也深深地分享了这被天主拣选的福分 博多在出门耶稣招选的时候 他和弟弟安德正在海里杀王捕鱼 当耶稣前来召叫他 要他去得人如得鱼的时候 他就立刻舍了王 跟随了耶稣 博多为人性格直爽 热情却容易冲动 开始的时候就像一块碗石 始终不舍自己的劣根性 他同时也是一个多说话的人 一碰就要说 一有机会还要说 就是说错了也要说 他如果不说话 是非常难过的事 他更喜欢说大话 出主张 行动怪异 但我们的主耶稣 好像能就眉头都不皱一下地 就拣选了这块碗石 并且耐心地雕琢她 琢磨她 教导她 终于使她成为手中堪用的器皿 在今天的福音里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博多 如何被耶稣拣选 成为建立教会的盘石 是的 弟兄姐妹们 博多是耶稣所拣选的 而保禄自己 也在加拿大人书信当中 曾经这样肯定地说 从母胎中 我就已经被她选拔了 也因此 即使保禄在扶船的过程中 历经了三个大考验 那三个 第一个考验是 他觉得自己被大部分的犹太 弟兄姐妹们所弃绝 第二个考验是 团体内部彼此的相互对立 第三个考验是 他常常要面对挫折 所产生的内在的痛苦 然而保禄非常肯定的事实 即使周遭每一事物都将毁坏 但他们拣选的事实 绝对不容抹去 即使在他口吐真言 强烈宣泄自己的痛苦的时候 他有确信 他所领受的拣选 而在圣神恩宠的感召下 他在判断事物 以及接受考验时 他被拣选的这项事实 就寓意真实而坚定 我们来看第二个行动 祝福 祝福的耶稣 祝福的伯夺和保禄 被祝福的我们 耶稣 他的生命是被祝福的 当他约旦河受洗 有声音从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因你而喜悦 这祝福成了耶稣生命的支柱 无论遭逢什么事 或赞美或责难 他都紧紧紧紧地抓住 那天上来的祝福 他总记得自己是天父 所喜悦的子女 而不断不断不断地感谢天主 是啊 耶稣来到世界 就是要与我们分享那份祝福 他要开启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听见他对我们说 你是我的爱子 你是我的爱女 我因你而喜悦 而如果我们听得到 也能信得过这个声音 那么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 尤其是在我们生命黯淡之际 我们就能够活出 蒙受祝福的天主儿女的生活 并且有能力和别人分享这份祝福 而让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 都能成为一首对天主用恩赞颂的谢主曲 伯多和保禄 也都分享了这份天主的祝福 这祝福让他们在困苦磨难当中 寓意坚强 宗徒们 他们所面临的传将环境 可以说是非常恶劣的 也是非常困难的 耶稣甚至曾经直接就对伯多这样说 到了老年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给你树上药 带你往你不想去的地方 而保禄遇到的困难也不遑多让 这些困难诸如民众的怨怒多变 朋友的出卖 周遭的阴谋 等等等等的情况 尤其还要在混乱的教义和诉求中 疲于分辨到底谁是真中途 谁又是假中途 这种种种种的生命暗淡景况 都曾给两位中途造成了内心的混乱 忧伤和惊慌 当中途们从不上期 他们坚信他们是在基督内蒙受祝福 并实时向天主献上感恩的人 他们相信在基督身上 天主把一切都给了他们 所以他们不缺少任何的恩赐 且受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者 这种任何事物都将示弱 唯独天主的祝福是可以确定的坚信 让他们的整个生活成为一个实时处处 向人分享复活基督生命的生活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行动 掰开破碎 被破碎的耶稣 被破碎的伯夺和保禄 被破碎的我们 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被破碎 但在十字架上 他没有把受苦跟死亡当成恶事 想要奋力逃避 没有 相反的 他接纳受苦死亡 把生命中的受苦和死亡 视为他的使命 记得吗 弟兄姐妹们 当耶稣站在彼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 彼拉多问他说 你做了什么事 耶稣回答他说 我的使命是为给真理作证 我为此而生 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 凡属于真理的 必听从我的声音 而耶稣所讲论的真理 就是他与天父之间那一种真实 而亲密的爱的关系 这关系也就是 在福音中 天父自己所揭示的 这是我的爱子的这样一种关系 这关系 这关系同时也是耶稣 他渴望我们领受的关系 每当我们对这真理的渴望 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得以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爱和宽恕 随时准备好 让这个世界来定我们的罪 把沉重的十字架 加在我们的身上 来将我们破碎 剥夺 保禄 都有类似的遭遇和经验 因为他们选择 在世界中听从耶稣的声音 活出十字架的真理 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是被破碎的 我们在生活中 多少也都会经历到 心灵的破碎 意志的破碎 关系的破碎 以及因生病而带来的身体的破碎 然而要如何面对这些 破碎呢 耶稣要我们接纳自己的破碎 如同他接纳十字架 为他的使命一般 他要我们不把破碎 看成是天主来的诅咒 不 也不是我们罪有应得 不 而是接受他 把他放在天主的祝福之下 那么 这些破碎将成为我们成圣 与炼净的器皿 如此 生命的破碎 反倒要成为进入新生命的路口 我们现在看最后一个行动 交付 被交付的耶稣 被交付的伯夺和保禄 被交付的我们 耶稣 被交付给了使节 他蒙受简选 祝福 然后被破碎 交给使节 耶稣 耶稣的生于死 就是二位宗徒的生于死 当然 也是我们 每个基督徒的生于死 天父的爱子 从太初就被简选 在十字架上 被破碎 以致他依人的生命 却能够倍增 成为世世代代 各地各方人士的生命质量 是啊 弟兄姐妹们 圣伯夺及圣保禄中途 他们印了耶稣的悲绝 他们的生命 如同耶稣一样 也被拣选 被祝福 被破碎 被交付 而我们 也都是在 感恩圣迹当中 吃喝耶稣 圣体 圣血的人 我们 每一个人 也都被邀请 去活出 这同一的生命 二位宗徒的生命经历 弟兄姐妹们 也要成为 你的 我的 生命经历 阿们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